现在继续做,就是做config的Presistent Disk 其实这个Case是HardDisk有两个 如果你想和同机杀了之后,想保持数据 或者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你简单来说,离开了手机的生命周期 分开数据和数据,那你要用Presistent Disk 我现在先把STILTON帕户 我现在把工作址进了 接着就要照顾,开个Terminal,先弄一些设计 诶,打错字,student 学生 什么不行,cdnt 行了 好,那Login就开个Terminal 刚刚我吃完饭,关机了 所以就由头开过了,开个Terminal 接着放大它,这个就关掉它 这里就按它,让你贴一些东西 这样就方便点,可以Ctrl V 好,这样啦,现在这里就 等它拌一拌,它就会创建一些东西给我们 然后就转个身份,我们就会创建一些Valium 接着就 拉到机器里,这样就试一下 其实你平日玩其他Carl,你都知道的,一定是做一些联集的 就是OpenStack,PrivateCarl,也是这样做的 好,那我现在等一等 好了,建了一些东西,其实它帮我们开了一部机 建了一个Network,那我们方便点,一会就只做一个HardDisk 那我们第一样东西做呢 转回用者先,转回Developer 好,转了Developer 然后呢,我们就CREATE一个Disk CREATE一个Valium,我们不要叫Disk 我们先做个Valium,那这里呢 这样就像中 然后就要特别贴花了,记住 特别的COPP AND PASTE 就要按这个,放下来,SEND,然后什么都没有 啊,手离开KeyboardMouse,否则整天都算 好,那就 弄一叠啦 CREATE一个Valium 那就基本啦 弄完这Valium之后,我们就List一下Valium 究竟看下有没有了 那我们的Valium有名,叫做FinancialValium 也会有8个Valium的 OK 那这里啦 这样一行过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那先贴了下去 那那我碟呢,就起了Disk,就是Valium 跟着我们就看到名字 就是哪个Zone 这些距禁 Nesthot没有,CREATING CREATING都看到了,因为其实他都 没什么所谓的 照看的,List一下他的Status如何 就是说名字和Status,那变成Awareable就能用了 那如果用得了,我们就Mount 应该就有一个伺服,我们建设一个伺服 然后呢,你看这个伺服有个Valium 就是时候连里连连同伺服 那我们先去CREATING This玩法 就会做个VM 同时, bra Rick 好,把GARAel 接着就有Volium 好,按Enter 等它去boot機先 這裡你知要起步機 其實它應該走得快 因為CREASE的方法 它這次不是Rage 因為如果你打個牌在Rage Mode 它就會慢慢等 它就會有標 所以它在標準 但現在這個時候 先讓它變成Active 因為你要List OpenStat Server List 先看看伺服器 看伺服器 你不能使用 我們先看看狀態 Name and status 兩個都Active 都很快 我們再CREATE 再Volium 再做新的Volium 叫Frylancel Volume 1 再做多一隻 做一隻1GB 1GB size 剛才做的 10GB size 然後就有一個Image 其實有些不同 有一個Image 它是剛才說的 你開機的時候 有一個原種Image 有一個Image 在Head 8 就把10GB 回覆下去 所以用它去boot機 一旦走 基本上 我們的Volium 放進去就boot機 走 那現在就製造一隻Gut的Volium 回到第四步 我們就製造一隻HardDisc 這次又製造一隻新碟 那這裡就1GB 這次沒有Image 在底的 沒有Data 乾乾淨淨 先製造一隻碟 好 Frylancel Volume 1 可以做到這樣 但如果剛才 我製造的時候 應該有東西看 因為你有個帽子 就是那個Information 應該要有空的碟 還有右下的碟 應該有一點點位不同 我看不到 OK 先不要理會 你看到一些setting 有什麼加密 可以boot機 你看到 但剛才那個 你這裡bootable 都是Force 就是你製造了出來 但是照正 OK 那現在應該就 這個碟就搞定 製造了一個日極的HardDisc 小小的HardDisc 那我們有一個Disc之後 我們就會 那 List 那你現在要先看一下 這個status 這些你去看一看 你知道它要整個時間 所以你不是馬上做到下一個步 你永遠都是 Volume List 然後看個名字 看個Column 有兩個Column的名字 和Status 這樣 一個Mount 用著 一個 到處貼 都可以 那我們就加個Volume 到Server 那裡 即是 我們經常說 Mount Disc 那麼大 我們現在要加個Volume 這樣貼在相機上 貼在相機上 貼在第10號機 就叫Volume 看到了嗎? 加個Volume 這個Volume 就加進去 好了 加進去之後 但不代表可以使用了 加進去之後 我們要看看它什麼情況 加進去做些事情 這樣 這樣 那現在是Volume 那你現在是Mount 所以你剛才再 指了Volume 我不是Lisa 我Volume 就是指著它的細節 你看 那它應該就會 唉 漏了O字 應該你就會看到它 其實它 還有雙反名 淋淋淋淋 最重要就是 因為你現在這個Volume 剛剛新做的 你要看到哪個Hardware Compute1 1號機 Attachment ID Volume 當然最重要是 你這裡數 你應該會看到 哪部機 應該會 Neshot 沒有說 Attachment 這些 看看哪部機 可能都是HOST名 但是Volume ID Server ID 這個Server ID 就是那隻VM OK 看完之後 這裡呢 就List一下Server 看ID看名字 應該對得到 看ID看名字 就會對得到 List了Server 第10部機 就是CDD 就是這裡 看到兩個一樣 就是扣著這部機 嗯 這裡看到了 command line 看到了 上界面又再看 因為你也想上 User Interface 那裡看一下 那我們用一下 Bowser 可以回到Flox看一下 看一下 應該有些紀錄的 不過我還是貼上去 看到其實有紀錄的 看看用什麼身份登入 先 因為這裡有很多User 我們用 Developer Example Domain Example Example 就對了 密碼 接著密碼就是 Red Hat R-O-E-H-A-R-E-D-H-A-T 紅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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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了 我們就想看看 這裡 我們看compute instance 看一部機 看第10號機 我們去第10號機 那 Project應該對 啊 應該是Finance的Project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會問哪個Project 先看看 Finance的Project 對 看一部機 compute instance 然後 接著第10號機 你來iert它 接下來就應該有 Volum Attached 的字幕 Overview Overview 這裡點到表面 裡面可以上一層 下面就會是置頂 很多時候 其實你在 SPEED forte vita 你就看到 Linux A A B A A 應該是Boot 機的Word音 跟 那 你貼在硬件角度可以看到,但你也要進入手機去看 好,我們現在Lock in 手機 這裡滾上來,Console 你按Console,它會embed了Console 如果不是,其實你可以彈出來 你按一下,就算了,不搞了,直接搞 一看是否進入Wood 入了Wood,又是Wood Red Hat Wood,L-O-O-T-L-E-D-H-A-T 入了手機,入完手機之後 我們就想說,究竟行不行 其實你就要用Command去看 這個Part D的Command 就是打印一下這個Disk是甚麼尺寸 那就用這個Command去看 剛才在介面看,就看到B 所以就B Device B 1Gb 1Gb 沒有啦,看到1Gb沒有問題 但如果看過B pin 再想看一些東西 我可以建造一個Partition 因為其實你有一個器材在這裡 它不代表它懂得Format 沒有,首先要Partition 就是間隔了,然後就Format 然後就是這樣 但有時你用的東西 就很自動,所以你不太覺得 但其實通常你那些Low Level 玩這些東西,你全部都是 你全部都是 要自己做的 這個D,然後就 現在選擇Partition 但這些Command 這個可能是Red Hat的 這個Command 我少用 那 哎呀,糟了 又壞了 不要緊 先清理一下 現在這裡 Ctrl-C 哎呀,為甚麼按不到按鈕 啊,不對 其實它是看底的 因為它又很壞 不懂得Score 其實它沒有辦法POP出來 我都不太肯定 但是算了 唯有向下拉 接著要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貼回去 現在這些幾項Command 哎呀,又不能進去呢 是進不去的 哎呀,還不知道中了甚麼 實驗室失敗了 實驗室失敗了 嗨到不知道甚麼 就是按這個Project 按這個 按這個10 你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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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現在你進來 看到它的 但你發現些東西 不能進去 我真的不能進去 這個Command 敢貼不住 嗯,想一想 哎呀,算了 我用NOTEPAD 它不是NOTEPAD 它叫做GEDIT 它不是GEDIT 嗯 嗯 接著加上去 貼了過來 在裡面再貼過 好,按A Copy 接著回來 回到Bowser 去錯位 去FIREFOX 接著這裡呢 Paste不到的 我發現我Paste不到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甚麼事 嗯 有沒有可以在這裡Paste 呢 有些技巧 這裡就是按走它 Disable host paste 按走它 接著就是Ctrl V 是不行的 這裡 這裡 再來 那我現在拿走這裡 就有一個Buffer 斷開了 就是你不會說Ctrl C,Ctrl V 干擾到外面 理論上應該可以貼到過來 Ctrl C,V 行不行 Paste不到的 哎呀 怎麼貼啊 不知道 試多一次 唉 行不行呢 行啊 拿走了那個Buffer 就走到 接著就yes 好 那就搞定了Paste 就拿走這個 即是現在它機中機的貼就貼不到了 卡一卡 拿走這個 那它搞定之後呢 你就format它啦 那就用了XFS Linux的File extension 那現在這裡呢 你變成你全部的貼下去呢 都要靠這裡的了 當然幫我們選擇了 No such files 有些東西是古古怪怪的 嗯 嗯 不知道有沒有問題發生了 看看看看 上面 Disk yes no you may 你呢 那我上面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不過呢 貼完下去之後呢 就出了C 這裡是1 這裡是B1 這裡是B 這裡是B 嗯 因為你鑑完的Device 就有1,2,3 其實現在的Case 是不是鑑完之後 它可以找到1 嗯 No such file system 哦 想想 先 嗯 嗯 嗯 哎 讓我點一下Debug 那就是少少Debug 其實呢 就 Linux的Device 你只要這樣list它 看就可以的 那只能看得到沒有B1 然後再方名也沒有B1 那其實 唯有拿走1字 看看行不行 嗯 呃 比如說 partition table doss of force of force override 嗯 呃 有些真是古古怪怪 不太明白 因為 通常你鑑完呢 就會 就會見到partition 但是現在這個command鑑完之後呢 它又沒有了個 就是說 這些是多時版的partition 這樣來做 但是就沒有了一個1字 那個partition 所以其實如果鑑粗叫它former 它就好像剷了那樣 嗯 嗯 真的不太知道怎麼做 不過 如果我拿走1字 其實應該玩到的 不過如果你拿走1字 它就會 叫你劃force 就是它不讓你敢玩 就是這樣 鑑粗來看會不會給 對不對 我拿走1字 然後劃F 拿走1字 然後劃F 過了 過了 過了之後 過了之後 鑑粗禮 就是改了 因為其實 應該它會 通常找一些 那樣多了 有1字 但是它這次又不知道為什麼 它不出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裡 就partition了它 那麼它這個wall 就試試看能不能夾到 那 這裡不行 你要這樣 因為我現在還跟這個 那我整個 整個 吉的 folder 然後你也知道Linux是這樣的 那這裡你看到你的 command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就要小心 這裡貼下去的時候 它1字要拿走 因為你的 device 是沒有1的 看能不能到 啊 又可以 真的拿走了1字 又可以 那我抓一下它 那我抓一下 那我抓一下vr1 那這裡又來了 真的拿走了1就走到 啊 又可以 你看到其實 已經齊了 OK的 你看到這個 output 都預期是這樣的 又看到那個format 還有FSX 可以 那 那 然後你問 我們現在要 製造那個 submack的get file 那 用了d 就是這是鑑操寫這些 鑑操寫這些 鑑操寫的data 製造一個 沒有東西的file 我們現在這裡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 製造一個get 就是這些好像用 批的方法去 去製造一些file 先製造一個file 先製造一個submack的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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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快 這東西就寫了submack 總之是submack 按住它 file的名字就叫做txt file 那就是unmount了 掉了 掉了出來 這裡掉了 因為你現在要掉它 那就掉它 掉它出來 然後再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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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掉它 看它會怎樣 你的掉它 就是看它有沒有黏住 重量檢查它會不會黏住 其實你現在 掉了出來 應該它掌握不到東西 沒有東西才對 其實應該找一次 看看之前是怎樣的 但現在掉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想用界面 弄一隻2GB的volume 然後又 又做了差不多的東西 做了差不多的東西 OK 做了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這次就 用界面做 我們試一試 嗯 用developer1來lock in 對 我們現在這裡就縮出來了 現在看看是developer1 對 是developer1來的 那我們就去volume 這裡 OK 我們現在這裡就 create個volume 給它 給它一個名字 不是這個 給它一個名字 嗯 叫做 File Lens Vol.2 那要吸收東西了 要解回這裡 這樣就貼不了了 然後呢 看看要多大 2GB OK 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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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裏就貼到著侧器宣傳器2 staff 2GB 然後呢 這裡應該就可以many attachment 我们选择了many attachment 接着就贴到server2 选一部机 2号 接着device名叫vbcr 看看device名的Linux应该看到什么 那 他在b里面行不行 我又不太肯定,他在device名叫b 但你现在看,他在device名叫b 这就贴到机上 等待会有效 好,就贴到机上 卡在机上,就飞到机上 我们现在要去机 卡在机上 哦 什么都不做 即是不lock in又不成 即是在第二个角度掉出来 那我现在去到机上 看到我去到机上 如果是在机上 跌低一点 那这里应该有个device名的 的attachment 你应该可以 可以 你看到可以 可以 随便可以脫下来,随便脫下来 随便脫下来,随便脫下来 随便脫下来,随便脫下来 这不关机事,这位置你别弄 这里有这样的东西,但这里不脫下来 脫下来 脫下来,脫下来,脫下来 脫下来,脫下来 脫下来,脫下来,脫下来 脫下来,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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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下来 这玩完,这把手机放在这里 在工作室,然后铁上去 脫下来,它帮我们清理 先删除机器,有两部机器在帮我们清晰机,有些也帮我们删除 这个练习就OK,玩完了 如果你继续玩,你就记得看看它还有多久过期 就是19分钟 但你不玩就stop了,19分钟不够做多个lap 因为你要做多个lap就一定不够时间